醫生幫他建立一個叫 動靜脈融化 事實上洗腎 並不是拿腎臟出來 我就是叫整個三個小小 又整倒下去 不是這樣 事實上這個叫做 遞蓋 就是當你的腎臟 慢慢走向末期腎衰竭 慢慢沒有功能 很多本來你腎臟該排出去的毒素 排不出去 那我們是藉由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 或是剛剛薛先生的 也是擦骨靜脈 勞管做血液透析 兩個的差別的話 一個是緊急透析 像林先生那個勞管需要做完以後 需要慢慢等血管長到 要一個月後才能用 剛剛薛先生緊急的狀況下 不可能等到一個月 一定要趕快有個血管通路 幫我們把血引流出來 因為血中已經有很多 你腎臟本來該排出去的尿毒 是排不出去的 這時候我們會把它接到機器 藉由我們用一些方法 把這些毒素排出來 排出來以後 再把乾淨的血再打回去 再送回去 還會洗 但那個人洗血就對了 對 幫血一排毒 所以我們意思 我們腎臟科醫師 很不希望說洗腎洗腎 我們希望說是用透洗 有個很簡單的比喻 跟大家講一下 用一個建築工法來跟我們講 就是我們平常製造的廢物 就像我們的 平常你在洗衣服洗澡的 排掉的那些廢水 對 廢水 廢水 這些毒素會經用我們的血管 就像我們的衛生下水道一樣 然後最後到我們的污水處理廠 污水處理廠就包括我們的腎臟跟泌尿道吸塗 我們的腎臟事實上 像細分用顯微鏡去看 會有腎絲球跟腎小管 腎絲球是負責把廢物過濾出來 然後腎小管會再把一些比較有用的東西 再把吸收回來 然後最後才會變成 污水處理廠 淡水盒 排掉 然後從我們尿道排到台灣海峽 去台大醫院的研究 就是接受血液透析的病人 最後有一層是可以不用洗 這牽涉到原理我剛才講過 其實就是洗腎這個動作 事實上它沒有在治療腎臟 它叫替代療法 它只是幫你把腎臟排不出去的毒素水分 藉由我們集齊幫你排掉 倒痰癒的意思而已 對 幫你倒痰癒而已 病沒有把他癒好 所以它也沒有傷害腎臟 那已經癒不好了嗎 就要看 所以這時候要看你腎臟 像薛先生他是因為 可能是因為細菌感染 他是急性的 對 細菌感染放出一些內毒素 然後同時 可能那時候血壓不穩定 會傷害到剩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